另外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都表示 战后加沙需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 以色列当局则强调巴当局无能力引导 而以方计划无限期地占领加沙 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邮报18号坑登的文章中表示 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案应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下重新统一实现和平 他强调这一两国解决方案是确保巴以民众长期安全的唯一之路 而加沙绝不能再被用作恐怖主义温床 不得强迫巴人离开加沙 不得重新占领 围困 封锁加沙 巴人的心声必须是加沙战后治理的核心 拜登又指必须停止针对约旦河西案巴人的极端暴力行径 美国计划对袭击约旦河西案的极端分子实施签证禁令 而拜登此番言论 与以色列当局的主张大相径庭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受访时表示 巴当局目前无能力领导加沙 战后加沙必须重建文治政府 实现去军事化和去极端化目标 以外长科恩也表示 以方计划无限期占领加沙 从约旦河到地中海 以方将随时进行安全控制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中东之行于18号到访埃及 将欧盟供给加沙的人道物资移交给埃及红新约会 再运往加沙 冯德莱恩称赞埃及为加沙提供了生命线 并指欧盟将持续增援 在巴林举行的麦娜麦对华会上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18号也表示 只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以治理加沙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塞尔在会上宣布 由多个阿拉伯国家外长组成的代表团 将于20号展开斡旋之旅 首战到访中国 代表团将向多国传达采取国际行动施压 推动立即停火 提供人道援助的明确信息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